我们已经确诊了第一宗新加坡的新型冠状病例 这个病例现在已经隔离在新加坡中央医院 他的孩子也有一些症状因为他也生病了 但是他还是一个可疑病例还没有确诊 我们接着下来也把他隔离了 接着下来就会进行检验 如果他确诊是同样的新型冠状病例的话 我们也会继续进行治疗跟观察 第一宗的病例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亲密接触的追踪 希望把这些人目前我们所发现的有九个跟他在一起的同伴 我们都会把他们隔离 那么我们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病例是一位女乘客从武汉过来的 他也在他的第一次初期的检测当中也呈现这个正性的反应 所以我们接着下来会进行确诊的检查 那么如果他确诊是同样的新型冠状病例 我们也会进行同样的最终调查 那么他第二位病人也已经在我们的NCIE已经被隔离了 两位病人的情况都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我们的这个策略呢 是多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我们在边境设立这个体温检查 希望我们能够减少这个病例的危机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提醒了我们的本地的医疗单位 医务人员提高警惕 他们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前线的工作人员 因为很多的病例都是他们 可疑病例都是他们发现的 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些病例交给我们的医院去处理 那么我们也非常感激他们这几天来的努力 那么最重要的第三方面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能够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 比如说我们要注意个人的卫生方面 常常吸收 如果有生病的话呢 就带个口罩 免得传染给别人或者是家人 那么也可以尽快地去看医生 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治 这是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大家一起合作的话 我相信我们是绝对能够控制这个病情的